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参与我们的正道系列 教会的第二步 在这系列我们将会探讨 宣扬神的话语的重要性和影响 同时我们对神的话语的回应 相信大家都很有同感 因为这疫情的关系 很多人都处于在一种焦虑 担心 担心他们的经济来源 他们的工作 该如何继续的生活下去等等 就是在这个时候 教会的出现是为了帮助你们每一个人一起度过这艰难的时期 从三月开始 我们的正道系列 我们该如何活着 谈到我们要如何更强大 更坚定我们对神的信心 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 接着 我们有很久以前系列 使用圣经上许多比喻的故事 让我们更加耿固圣经的教导 我还记得有一个比喻提到说 若是我们听上帝的吩咐 却不行出来 就好像房子建在沙土上一样 风雨吹来就倒塌了 这并不是上帝要看到的生命 所以每当我们更认识了解上帝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你们当中有谁觉得这正道系列 有帮助到你的话 就在这影片的下面按个赞 我知道这疫情影响了许多人 虽然有些人丢失了他的工作 但是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人 在这期间找到了新的工作 生意因此有了突破 在这里我要为着那些 因为疫情而蒙福的你 来感谢上帝 当然教会也受到了影响 当行动管制令开始的那天 教会被迫关闭 我们所有的活动都转变成线上 开始我们的线上崇拜 线上小主 甚至连敬拜祷告会 都是在线上举行的 虽然不完美 但是还不错 大家都在学习当中 可是在这里有件要注意的是 当这一切都变得太自然 我们理所当然的相信 接下来教会都是会以线上的模式进行 人们开始在开车的时候 同时聆听讲道 在吃饭的时候听 甚至是一个平板 开着某个线上课程 另一个手机在听我们的线上崇拜 打开Google 寻找教会两个字 就一堆从世界上各地的线上崇拜搜索结果 崇拜变成像是一种网上购物一样 人们只会选择他们想要听的 想要看的 但这是很危险的 因为当这一切 当这一切的疫情过去之后 将会不再是人们的重心 所以所有的讲道 你都可以在网上找到 教会崇拜变成夹杂在 人们生活大小的事情当中 我们能选择我们喜欢的时间来聆听 或者是我们想要听的标题 这变成是一个很危险的问题 因为我们会迷失牧者 想要对我们传达的 对我们生活很重要的信息 对我们的门徒生命会影响很大 所以我们特别做了这个系列叫做教会 重新的来审视教会是什么 神眼中的教会又是怎么样的呢 让我们一头来看 教会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在上个星期我们要写了来自美国的牧师 Buster Kevin Yeo 如果你还没有听的话 鼓励你可以到我们的Facebook YouTube来收听 Buster Kevin谈到了重启教会的三个重点 那今天我会针对着其中一个重点来做讲解 我们打开圣经 西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三节 第二十三节提到说 又应该坚持我们所宣认的盼望 毫不动摇 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现实的 当我们提到教会 上帝说我们要坚持我们的盼望 上帝说我们就是承认 耶稣基督带来盼望 这盼望不单单只是我一个人 而是我们这一群人 当我们一起建立这盼望的时候 他带给我们更大的力量 带给我们更坚定的心在这路上 这很重要 因为当我们一同有这个盼望的时候 我们知道上帝是我们的救助 我们的希望不是在知识上的金钱名誉 我们要记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 只有当我们把上帝摆在我们面前 就蒙上帝喜悦 当我们一起聚集在教会的时候 我们能彼此扶持 门徒在走这天国的道路上 并不是孤单一个人的 而是一群人在陪伴着 你要明白你并不是一个人 教会是一个动向 而不是一个契机 教会进门徒 上帝子女的家 是尊贵的 是顺服上帝的 是圣洁的 是门徒一起建立上帝的恩典 是门徒之间亲密的关系 当然教会的讲道很重要 但是我们想要在 我们想要建立的是门徒的 之间亲密的关系 我们试着让教会 更能贴近门徒彼此的生命 在我们Every Nation Gateway的教会 我们试着让周围的创业人士 各业的专业人士 能够听到这份福音 一切活动和动向 都是试着让这群人 能够感受到教会的心 尝试贴近 并且进入他们的生命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最终教会的中心 教会的意义是这一份福音 是扶持门徒经历神的地方 是门徒顺服神的地方 是上帝的话语 这是一整个动向 不单单只是来教会 感觉气氛很好 那不是一瞬间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重新看教会 圣经中提到的教会 是一个有许多的要素而形成 变成上帝和门徒的家 所以在这整个正道系列 整整七个礼拜 从三个礼拜开始 今天是第二章 我们会重新的来 审视教会的存在 我知道这开头可能有点长 可是我想要在我们 正式进入上帝的话语前 清楚明白 我们教会存在的意义 这很重要 我想要让我们每个人 都清楚明确的了解 现在我们来看看 今天的讲道 教会是依据圣经的 在提摩太后书四章 一支二节 我在神面前 并且在那将要 审判活人死人的 耶稣基督面前 凭着祂的显现和国度 盯住你 勿要传道 无论时机是否和适合 都要常做准备 要以多方的忍耐和教训 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给你一些的背景 提摩太后书是保罗 在新月圣经中 给教会的最后一本书 当时保罗是在监狱 等待审判中写下这本书 保罗一整个人生 都非常的爱主 他用尽他全力的付出 来扶持门徒 带领他们成为领袖 当时年轻的提摩太 掌管一夫所教会 他是教会的领袖 可能也是当时的牧师 保罗写下这本书 提醒年轻的提摩太 会有许多的假先知 劝勉他要坚定信念 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 传讲真理 鼓励众信徒们 活出真理的生命 所以整个提摩太后书 特别是在第四章 是整个保罗要教导 提摩太的结论 重点在第二节 物要传道 无论时机是否和是至何 保罗告诉我们 无论什么时候 不管是疫情 天灾人祸 战争还是饥荒 不管情况是否乐观 神说你都要传道 无论时机是否适合 圣经上提到的传道 在希伯来文 代表着正式传达信息的人 如果你有看过 旧时期的电视剧 当时会有一个传达 在战场上 传达信息的人 传道也一样 他不能有任何的造假 或者是家一家处 他只能说 他看到真实的事情 另一个比喻 这也代表着 军队指挥官 他们所说的话 代表着他们的领袖 他们的国家 或是长官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是他们必须说 真实的话 没有意思的造假 你知道吗 不只是我们说的话很重要 我们如何表达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肢体动作和我们的语调都很重要 在圣经中使用了传道这个字眼 代表传道人 把神的话语正确的传讲给世人 这是上帝希望的方式 把这份福音传给世人 改变世人的生命 所以每当我们向别人传道的时候 我们要很谨慎 我们要清楚明白上帝的话语 传讲正确的福音 让听见的人都能听到上帝的真理 不至于被误导 上帝话语是有能力的 起初上帝创造这世界 他开口就造了这世界 他的话语不只是有超能力 还是救赎的能力 上帝的话语有医治人的能力 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 我们口中说出上帝的话 要使人的生命得着又能力的改变 阿古斯丁曾经说过 当圣经说话的时候 就是上帝说话的时候 所以说 当我们口说出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这话不只是话语本身的确实性很重要 我们的语气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上帝的话语是有救赎的能力 他能使我们的生命成为圣洁 在约翰福音第17章17节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你知道吗 每当我们听到上帝真理的话语 很多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不舒服 不自在是因为上帝真理的声音 逼得我们开始损失我们罪恶的生命 反省自己违反上帝的行为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持续的来聆听上帝的话语 因为上帝的话语能救赎我们 能使我们的生命得圣洁 每当我们以教会的形式聚集在一起 聆听上帝的话语 不断的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能活得更爱神 更蒙神喜悦 上帝说他赐给我们的应许从不改变 他一定会实现 所以每次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要代表别人的意见 不是牧者的意见 不是任何人的意见 而是真实来自上帝的话 我们需要每天不断的 让上帝的话语进入我们的生命 不断的转换我们 我们的生活活得更圣洁 所以鼓励现在在听到的你们 我知道我们现在还在行动管生灵期间 鼓励你们在这疫情结束以后 我们能够再次的来回到教会 重新的来到教会当中 一起聚集 聆听神的话语 保罗在第三到第四节 给了提摩泰很重要的忠告 也是对我们现在很重要的劝勉 在第三节提到 因为时候快要到了 人必容不下存证的道理 反而耳朵发痒 随着自己的私欲 增添许多牧师 许多教师 而且转离不听真理 反倒趋向无稽之谈 你却要凡事谨慎 忍受磨难 做传福音者的工作 完成你的职务 这已经是发生 发生在我们现在的时代 人们开始选择 他们想要听的信息 我从和他们交谈的时候 我发现 有很多时候 人们寻找牧师 劝告 并不是真正的 想要聆听上帝的话语 而是想要找一个人 认同他 心里已经有的答案 经文上提到 人必容不下纯正的道理 反而耳朵发痒 随着自己的私欲 增添许教师 这代表着 这些人心里 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私欲 而并不是真心的 想要寻求上帝的声音 他们只是在 找寻各种方法 能够证实 支持他们的想法 而且转离不听真理 反道取向无稽之谈 因着这个理由 我们要不断地传讲 耶稣基督的道 无论在什么时候 都要传福音 因为人渐渐偏离真理 我们需要不断地 让上帝的话语 牧者的劝告 进入我们的生命 牧者和教会存在的意义 就是要带领 教导和照顾我们这些羊群 让我们不迷失在的世界 教会必须时刻谨慎 有活力 有感染力的宣扬主的话语 上帝的真理 保罗对提摩泰说的这番话 也像是在对我们说的一样 接着他说 物要传道 无论时机是否适合 都常要做准备 要以多方的忍耐和教训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你会发现上帝的话语 不只是好的教导 当上帝在你生命说话的时候 他是可以改变你的生命 能使能转换你的心意 改变你的想法 上帝的话能使你的生命 变得更圣洁 圣经说 他会以多方的忍耐 教训责备 警戒和劝勉人 上帝的话语 包括了 折备 提醒我们什么是对和错 警戒 告诉我们 我们做错的地方 和劝勉 鼓励我们能够更加的进步 更好 上帝的话语 围绕着这三个重点 正道也一样 试想想 如果上帝的话语 只是为了让人类 思想行为 有改变 只是为了让人类变得更有智慧 那这和外面的激励演说 有什么差别呢 如果说上帝的话语 不能触碰人的心 那么和演说家 有什么分别 如果上帝的话语 只是为了操纵人的心意 那这只会变成任人摆布 和控制别人 相反的 上帝的话语 是为了带出真理的话 上帝的话语 是为了点燃我们的心 触碰我们的心 邀请我们 改变我们的心意 活出真理的生命 我知道这并不容易 但是上帝的话语 是有圣灵的能力 是有超能力 能改变我们的心 我问了一些教会的领袖 问他们对我们的正道系列 有任何的意见 大家要互相分享正道 如何改变他们的生命 或者是上帝的话语 如何带领他们 在他们生命上 有所改变 我们教会的Frank 就给了一个很导 很好的见证 大家都知道 Frank是在保险领域 在这一整个行动管制令期间 他们公司 每天都有不同的线上课程 有一次他被邀请到 一堂有关数字学的课程 就是利用数字 看出你的命运 Frank当下就感受 感觉到相当抗拒 当时我们的正道系列 提到了索罗门王 如何违反上帝的心意 当他听到这讲道的时候 他就下定决心 要告诉他们的 他的领导 他不能参与这个课程 因为他相信 他的生命是掌管在上帝的手中 而不是数字 他要完全的顺服 服从上帝的话语 上帝透过正道 感动 让他的话 感动Frank 是让他有勇气和决心 为上帝做出了不同的改变 还有我们的敬拜团主唱旺 他告诉我有一次 他一整天工作都很不顺利 员工的工作进度不理想 导致他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 他来到教会的时候 连敬拜赞美都不能专心 可是当他听到正道 彼得贤书第二章第四节说 我们已经受了上帝的怜悯 为什么不让别人也有怜悯呢 当下 这立刻感动到他的心 隔天他就到公司 亲自和这员工做下讨论 看如何解决问题 现在这个员工 已经是他们公司 表现最佳的员工 所以上帝的话语 是有改变人的能力 当中我还收到 好多人的见证 告诉我上帝的话语如何带领他们的生命 如何因为这样而受到很多很多的恩典 有些因为上帝的话而决定 要更多的来服侍教会 有一些感动更有兴趣上帝的圣经的教导 这对我们做门徒的道路上是很重要的 我强调 教会是一起行动的 而不是一瞬间的活动而已 是一群上帝的子民 聚集一起经历神的爱 一起走着天国的道路 当然我们一同有很欢乐的时光 可是回到最重要的 还是我们每一个人灵命上的成长 最后我们来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四到五节 第四节 我说的话讲得到 都不是用智慧的话去说服人 而是用圣灵的和能力来证明 使你们的信不是凭靠 不是凭着人的智慧 而是凭着神的能力 所以在这里说到的是 上帝的话并不是用智慧去说的 智慧人说的话 我们大可以在网路上搜索 有各式各样的演说家 说激励人的话 可是上帝靠的是圣灵和能力来证明 一切是靠着我们大能的上帝 感动人们的心 以致我们的信心不是靠着人的智慧 而是靠着上帝的能力 最后我想要用 《帝撒罗尼加仙书》第二章第十三节 来鼓励你们 第十三节 我们也为这缘故不住感谢神 因为你们接受了我们所传的神的道 不认为这是人的道 而认为这确实是神的道 这道也运行在你们信的人里面 我们为着这个感谢上帝 感谢他透过我们让许多人 能够接受到这份福音 能够听到并且接受上帝的话语 并且相信这份福音是真理的道 上帝的话语大有能力 有改变的能力 兄弟姐妹我鼓励你们 每当我们聚集在一起 以教会的形式聚集一起 我们要彼此激励 有灵命上的成长 以致我们的生命 彼此活得更像耶稣基督 能够把我们的生命 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福 在下个星期我们会谈到 教会是有关系的 接下来还有更多值得你期待的讲道 那让我们一同来做这结束的祷告 安静我们的心 在神里面 回想刚刚手听到的正道 让上帝的话进入你的心 亲爱的天父上帝 感谢你今天的话语 感谢你与我们同在 虽然我们现在还是在线上崇拜 但是我知道上帝你说 只要有两三个人一起敬拜 你就在我们中间 我们为着感谢你的同在 主啊 我知道你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 你的话语能使人改变 能使不可能变得可能 主啊 我求你的话语触碰我们刚硬的心 以致我们有丰盛的生命 能够来荣耀主你的名 感谢主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把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祷告 受奉靠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祈求 阿们 感谢你今天的收听 我们下个星期见 晚安